糯米饭淋上油葱肉灶再配上两片小黄瓜 口感Q弹 这是嘉义米糕的特色 有民众就爱吃这一味 因此有业者是把嘉义的传统小吃米糕带进了丰园庙东街 业者强力推荐米糕要淋上蒜泥和特制酱 配上一碗肉跟汤跟一份卤蛋贡丸 才能吃出来自嘉义米糕的真正美味 一碗肉米饭淋上了油葱昼造香气马上扑鼻而来 米饭Q弹有嚼劲清爽不油腻 这是嘉义米糕的特色 看似平淡无奇但也是它玫瑰的地方 比较Q 对 那个米粒比较Q 跟那个一般的清水档仔米糕不一样 就跟一般的档仔米糕不一样 对啊 焦焦这个 餐这个蒜泥更好吃 香味都跑出来 选择那个藏糯米 它吃起来比较香比较Q 它是要用浸泡过 要浸泡过 然后它再用蒸笼下去蒸 用蒸气蒸的 老汤们都表示肥瘦适中的肉燥 淋上了金银剔透的 彰化浸水系糯米饭 堪称一绝 如果再加点蒜泥跟淋上点特制的甘甜酱 绝对有加分效果 而业者表示正统的嘉义米糕吃法除了米糕之外 还要配上一碗的肉跟汤及一份煮蛋共环才算是绝配 它的肉跟的那个肉是不一样 它是用肉片肉丝这样 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腻对不对 对 比较清爽 它有香菇 有瘦肉 有包心白菜 然后还有笋丝 它古早比 对 它比较属于比较类似古早味的 因为蜂蜓人 毕竟有一群还是会进那边买 它其实就会买很多 其实就会买了十分八分的带回来 所以说没有 蜂蜓人没有去台中吃过这个吃变化的 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来这里开啦 业者表示 因为蜂蜓山城这一边大多以档阿比哥 口味跟嘉义米糕并不同 因此才想在人潮最多的蜂蜓庙东街这一边开店 希望让这一地带的民众 也能品尝到道地的嘉义小吃的好滋味 这里讲台中才放不到